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唐之城的夜播 我负责管理大唐电信的PLM业务团队 那么大唐电信作为新闻子的新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13年的2月份正式签约 在13年的岁本正式启动这项业务 那么从岁本开始到13年的9个月 我们用了两个记录的时间 把大唐电信的新闻子PLM业务 从零做到的3.2个命令的收入 而我们的合作伙伴 从原有的24家增长到57家 我们的业务团队从原有的没有这个团队 组建为现在17个人的专业团队 我认为这个快速增长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跟新闻子非常好的共识 那么在青年之前 我们花了长达7个月的时间 跟新闻子的渠道部门一起来讨论 我们的业务领域设计我们的业务模式 以及在技术和市场方面完成的全面对接 那么在业务期的正式启动之后 我们迅速组建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团队 这是我认为第二个的关键词 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业务 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 跟大家来讨论就是我们的一个合理的执行性 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合适的团队和合理的业务模式 能够让我们的合作伙伴 以及在做一个新的外地的试下 让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认可 那么这个呢是由我们的厂商的渠道部门 以及我们的代理商对大藏医的信任 以及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的业务领 跟大家一起来贯彻执行 那么这个三个关键词呢 我认为是打仗业务和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